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林营县 这个视频拍一下林营县的黄龙四地公园 我是在公园的北门 这里叫做香樟广场 面积300平方米 今天这里面有很多学生 也不知道他们在参加什么活动 反正学生是挺多的 这里是免费不收门票 说实话这边的环境真的挺不错的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里 黄龙四地公园始建于2013年 以前这里是大面积的连片窑坑 依托南水北调蓄水调节池 即蓄水生态景观休闲文化与一体的综合工程 四地公园占地1600亩 其中水域四地面积800亩 公园主要是以水井为主题 2017年3月 黄龙四地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我就绕着这个中央湖 转一圈 带大家看一下黄龙四地公园 这里的绿化做得很不错 这个建筑我带转一圈 不清楚是啥建筑啊 一共有五层 上面四层为木结构 下面应该是水泥结构 还有一个浅草的村庄 大概是水泥结构 里面的村庄 那里面凡个山津 这个就是意识的 在山津下的村庄 都在山津下的村庄 都在山津下的村庄 一把村庄 在山津下的村庄 那里面凡个村庄 最新闻的村庄 我可以在山津下的村庄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上面是个甲山呀 上去看一下 这边已经到了山顶了 上面有个亭子 黄龙四里公园距离南街村不远 如果大家对这里感兴趣 去过南街村以后可以来这里玩一下 这里还是不错的 在这里见到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边玩 适当来玩 把银叶啊 这边玩一下 我们来玩一下 这边玩一下 来玩一下 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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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 这里是个人工沙滩 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玩沙子 前面就是我来死的 走的地方 现在您转了一圈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